今次是警方修改傳媒定義後 首次有人號召大型公眾活動 記協派出觀察員去銅鑼灣視察 鎮大新聞系講師呂炳權 聯同另一個記者擔任義務觀察員 他們穿上貼有觀察員字樣的黃色背心 在銅鑼灣一帶視察 警方上星期修改警察通例中傳媒代表的定義 只有在政府新聞處系統登記的傳媒 才可以在封鎖線內採訪 記協關注萬一衝突 警員突然拉橙帶之後 對記者有什麼影響